大家好,我是Jun Rai Shun 你正在收看的是 Jun Rai Shun 虽然鬼節已經過了 但是農曆七月還未結束 今次我想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不可思議的話題 你們是否知道Ultraman的都市傳說 以這流傳在日本的懸念移民 被Ultra粉絲造成困擾 於是本影片就會和大家結束Ultraman的Toshi Densetsu 在我未進入正題之前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主要是分享日本特色 日本動漫和日本文化的Demma 間中都會分享一些大眾話題和生活小品 如果你覺得我這條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Subscribe我的頻道 和我Share影片出去 廢話小狗,馬上去片 應該Ultraman的粉絲都知道 Ultraman是由日本知名設計師 兼釣客家Narita Toru所設計出來的 但幼廚言就指Narita社會這樣設計 是因為受到某種物品的影響 而這個物品就是來自沖繩園的一個叫做 Hoya的海底生物 橙色的軀體,白色的斑紋 身材在海底嬌石的暗地裡 是不是越看越像Ultraman的樣子呢 那究竟這個是不是Ultraman的圓形 至今都仍然還有一個謎 大家相當熟悉的Ultraman Hoshi 是屬於M78星魂裡面的其中一顆行星 也是Ultraman的故鄉 在日本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M78星其實是誕生在日本的某一個圓 如果將M78這個字拆開來推理 就會發現到蛛絲馬跡 78的日文是Naha M是日本的方位計算 也就是M字開頭的Minami 因此M78的讀解就是Minamino Naha 也就是在日本南方的一個城市 日本的南方即是九州 有一座城市和Naha的發音是完全一致的 就是Okinawa Ken裡面的Nahashi 由於Okinawa Ken流傳著很多古老的神話 那Ultraman的故鄉 是不是都是數千年前流寇朝代的神話之一呢 以上這兩點都事傳說 我們都發現到Ultraman的原形 和Ultraman學書都和Ukinawa Ken有關 再看看Ultra's List第二作 在Ultra's 7的作品裡面 有好幾個敵人或者宇宙人的名字 都和Okinawa Ken有關 例如Kingujo的名字 Kingujo其實和Okinawa Ken Top3最多人性的Kinjo的讀法很相似 順帶一提 Ultraman的剪判家Kinjo Tetsuo 都是來自Okinawa Ken的 再來就是Zanba Seji Zanba這個字和琉球群島蒸流酒的品牌 Zanba是很相似的 而且Okinawa Ken也有一個名勝地 叫Zanba Misaki 什麼真的有這麼巧合嗎 再和你們科報多一個 Ziburu Sejin Ziburu Sejin的造型是頭大身小的宇宙人 而Ziburu偏偏才Okinawa Ben 頭的意思 真的這麼巧合得這麼巧? 我們都知道Ultraman Taro是Ultra Kyoda裡面的Line 是Ultra Chichi和Ultra HaHa的親生仔 但在日本Taro特別傳出他並非是Ultra No Chichi的親生仔 Ultra No Chichi和Ultra No HaHa是銀族 本身出來的Taro和Ziburu一樣是紅族 試問一下兩位銀族的Ultraman 又如何能生出一個紅族的Ultraman出來呢? 就等於兩個B型血的人又如何生出一個A型血的人 是同一個道理 Ultra No HaHa更比喻 當年在Ultra Taisen發生的時候 本來就拖了Taro 當時他的丈夫不是Ultra No Chichi 而是另一位紅族戰士 可惜在Ultra Taisen期間佔死 後期Ultra No HaHa在大戰上搭上了Ultra No Chichi 並在大戰後結為夫妻 如果Taro不是爸爸的親生仔 那為什麼每一次Taro遇到危險的時候 不是爸爸出手相救而是媽媽呢? 相信很多Ultraman fans都知道 Ultra一族還未被巨大化的時候 他們的驅體和地球人很相似 但Ultraman King的真正身份就不可看小了 他竟然是日本首相Goisumi Junichiro 即是說M78聲明裏最強的神秘Ultra Senshi 搖身成為日本首相來管理日本的政權 難怪Goisumi是日本首相府裏連任時間最長的首相 相信這是第一位 也是唯一一位成為日本首相的Ultraman 但是他為什麼要成為首相去管理日本的政權呢? 難道就因為M78聲明和Ultra Okinawa King有密切的關聯? 經過了我長年的調查 那就是我全都解決了 其實有很多資訊 一就是三觀百度 一就是讓你誤傳 像M78聲明的模仿 就純熟巧巧 當年的設定是M87聲明 只不過在印刷的時候 音差陽彩就變成了M78聲明 於是官方也沒有去糾正 就用到到今日 而那些所謂和Ultra Okinawa有關的設定 都已經證實了我 真是個合得那麼巧的 還有官方已經宣佈了Taro是Ultra No Chichi的親生子 那些設定是當年設定Ultraman 沒有規劃到什麼紅色銀座 這麼長眼的設定而衍生出來的Bug 還有Ultraman King 根本就不是發生成為日本首相的真身 而是當時預言後的前日本首相走為客串 為大家只要拍到Ultra King的Ultraman King配音 其實事情是沒有那麼複雜的 是掛巴斯科恆的卡路 玩了所有的陰謀輪Message 那樣傳一下傳一下 假的都會變成真的 當我們不確認這些資訊的真假的時候 就要去求證 不知道的事情就不要亂傳 不是事實的真實性處理討厭 唯恐天下不亂就是你的PK搞出來的 身為同好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以心作則 將正面的訊息傳達出去 就好像我之前在FB那樣讀了一篇文章 覺得挺不錯的 關於Ultra No Hoshi的世界觀 裡面清清楚楚的那樣記錄了Ultra No Hoshi的誕生史 各種場所的介紹 甚至還有Ultra No Hoshi的編連史 相當仔細 這篇文章是由Ultra No Hoshi的管理員所寫的 我會把連結放在影片下面的說明文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按一下連結 如果覺得他們做的內容不錯的話 不妨把他們的FB那樣支持一下 好 記住 上次我們的頭腦不是用來撞屎的 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 麻煩要我的腦想清楚 合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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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Ultra No Hoshi不會那麼容易被人帶來麻煩和困擾 當然我們依然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就讓我們一起努力 一起成長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是喜歡這個系列的影片的話 記得LIKE & SHARE 臨走前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再按下旁邊的洞 可以FB Like我的Fan Page 再到Follow那裡按C First 每當我有新影片出間的時候 你們將會成為第一批收到封的觀眾 所以才 麻煩 按下旁邊 按下旁邊